大家好,我是Stan 女团APRI出称的尼南恩 与伊俊基·聪刚 操员所属的演员经纪公司 签订专属合约了 6月2号 根据媒体报道 尼南恩与NAMOX签订了专属合约 之后会以演员进行活动 而因为女团APRI 前一阵子发生过对内排挤争议 最终也导致了团体的解散 所以尼南恩将因演员活动的消息 马上就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提高的都被不移送属分的话 就表示确定排挤了 既然签约这种人 真的是太责勾了 他又不是什么影片很急的 有必要带他走吗 是为了吵话题吗 还是很便宜的签约了呢 模范继承车 不也是因为他重新拍摄了吗 都这样了还想当演员 真厉害 他跟学校霸凌有什么差别 但是也有这样的留言 也不是有明确的证据 团体也被解散不能做歌手了 现在要演戏你们还要这样吗 那个公司的艺人也都不会介意 你们在发狂什么 对于尼南恩的最新近况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2017年Wikimiki全游将直播的时候说过 自己的理想型是云渡君 而在这个新闻底下的留言都是 我也是 我也是啊 我也喜欢云渡君 哈 我也是 游将我从8年前就排队了 你要站在最后面 而这几天 这个新闻留言内容 重新收到了网友们的关注 我们来看一下 2022年 重新看到这则新闻的网友们的反应 游将站在我后面 我从10年前就排队了 我也是 虽然我已经有了老公跟孩子 大家的心目中都有个云渡君吧 就是万人的理想型 万人的爱的 万人的艺人 万人的云渡君 总结一下就是 HIGHLIGHT 加油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6月份即将回归的爱的爱的我们 爱之文主唱出身的Troyuri 将在6月2号以兴趣LOVE SHIT回归 6月5号 金杰湾将以第4张迷你专辑TORETO回归 6月6号 HIGHLIGHT 孟年松东文 将发表迷你第一张个人专辑 HAPPY BIRTHDAY回归 6月8号 女团 SECRET NUMBER 将以兴趣DOCITA回归 男团 TREND G 也将在6月8号 以兴趣呼回归 6月9号 女团 WUA 将以第一张迷你专辑TORETO回归 IJ文出称的KANG HAN WON 也将在6月9号 以兴趣LINE CTA YAMOND回归 6月10号 PAN TAN虽然将以新专辑PROPE回归 而这次的专辑包含着 PAN TAN出道9年的 过去 现在与未来 6月13号 WONO将发表第三张迷你专辑PASAT 女团POGAPU 也将在6月13号 以第二张单曲专辑POP回归 歌手曹银鼓 将在6月14号 以新专辑LOVE&LOVE回归 6月14号 歌手POR KIM 也将以兴趣ONE MORE TIME回归 6月15号 OMEGA X将以第一张正规专辑回归 男团 TRIPIN 将在6月15号 以新专辑PIN LENJERO回归 女团PIXIE也将在6月15号 以第三张迷你专辑回归 在QUINGDOM图散发不同魅力的CAPULO 将在6月20号 以新专辑回归 6月14号 TWICE队章NAYON 将以第一张迷你专辑SOLO出道 因为这是TWICE出道期年 首次的成员个人专辑 所以令国内外的粉丝们都非常期待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我的腰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